接下來我們看的這個光敏的部分呢 因為它已經內建在什麼 Smart裡面了 那哪一個呢 您還是找一下在哪裡 在您畫面就是那個板子的右上角這裡 板子的右上角這一個 這顆就是 這一顆就是了 只是因為它是 預設就燒在上面 所以呢 你也不用接 那腳位當然也是固定的 它就是A0 好就用A0這個 那您看到呢 像這我們家的銀嘴機有沒有 有一顆光敏就叫省電奇蹟啦 唉 了解齁 對啊 因為光敏在這裡啊 燈光控制啊 所以它燈光比較暗的時候 表示 你沒有在營業在休息嘛 所以它就 溫度就不用維持那麼高 這樣而已 或者晚上睡覺的時候啊 對不對 那等到燈比較亮了 我覺得你已經起床了 它就會再把你夾肉一次 就是這樣子齁 就是這樣子齁 那麼這裡呢 也有人把光敏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那個 玩具的 好像我們以前有玩 就是那個玩具手槍的瞄準器有沒有 然後拿來 我有看過有人 用這樣來改 把光敏拿來做 像有沒有那個雷射光筆啊 它把它改成像手槍似的 按一下 欸我對到 就算打到了 然後人就倒下去這樣 也蠻好玩的啊 就是可以做一些發揮創意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試看到 到底光敏它會回傳什麼素質 因為這個會隨著環境不一樣 有什麼改變嘛 好 那你們看一下這裡 我們剛剛進到這個 Blockley了 對不對 欸 不是進模擬器 我們要進這個 不是模擬器的那一個 這邊 好 這裡我就先停掉 這邊我就先關掉 丟掉 當然等一下如果想要多個裝置的也可以 我現在就暫時先不用把它丟掉 好 記得如果我不串連的 就是我現在沒有多個裝置要串連 你這個也要拿掉 因為沒有要串連嘛 所以這裡就不用勾起來 好 好我現在我的這個裝置LED還在 那我再加上一顆光敏 那麼光敏 各位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是屬於會回傳的 會回傳素質的 所以放在什麼 傳感器裡面 這個類別裡面 有沒有看到這裡就有光敏電阻 你按下去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拉出來 硬體的部分 我們都要先把它抓進來 但是腳位要改一下喔 因為這個腳位現在在哪裡 A0 那您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的積木 左手邊這邊 我不知道您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一個是O 一個是S 這有類別 S 是它本來把某一些 Smart 可以用的積木就 專門放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是從那邊 你是從這個地方 去把光敏找出來的 有沒有發現積木比較少 對不對 因為就是它把Smart 可以用的單獨出來 所以如果你從這邊 抓出來的這個光敏 有沒有發現只有一個叫A0 好像不是我們簡報上A0 有沒有 這個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這個類別的地方 O的是所有開發板都可以用的 它就所有積木都一起擺出來 這個有點不一樣 你們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我一樣就是在A0這個地方 現在硬體是不是解決了 接下來我要來偵測 但是要偵測我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那個積木 到底它回傳的數值是什麼 回傳數值是什麼 我們光敏電阻呢 它會回傳的數值是介於0跟1之間 介於0跟1 這個跟我們真正用的光線亮度流敏是沒關係的 反正它就把它偵測到0跟1 所以呢 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需要網易互動區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換回 預設的這個文字 因為我們待會把光明的數值顯示在這邊 這樣我會比較清楚 到底它偵測到多少 偵測到多少 所以你把稍微打開之後 回到顯示文字 那現在呢 因為它是傳感器 所以我們把它打開 光明硬體接完了 有沒有一個開始偵測 開始偵測 你把它拉出來 那麼偵測的時候 就會偵測到數值 我是不是要顯示在哪裡 是要把它顯示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因為要屬於網頁互動測試區的 所以 積目要找誰 有沒有 左下角就有個顯示積目 顯示文字 你要找這個地方 好 來 我們找一下 這裡就有個叫做顯示的積目 有看到的對不對 左下角 好 你就把它丟到這裡面來 丟到它的那個 光明的偵測裡面 偵測裡面 那偵測的數值 當然還是光明電阻的 所以你就回到光明電阻這邊 有沒有偵測到的數值 這個 偵測到的數值 你把它丟出來 OK 那我們就可以play看看喔 你就可以知道我們現在這邊光明 有沒有偵測到了 好 這邊 那我稍微轉動一下 我轉到不同的地方 有沒有不一樣 我轉這邊 我拿出來 反正我的是可移動式的 我對 好了 這邊 怎麼 這邊還那麼暗 有沒有比較亮一點 有嘛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發現 它這樣子 是不是很快 但是這個數值 這樣子 看的不是很 舒服 哈哈哈 因為 數字太長 所以 運用一下積木 刺捨無錄盔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 您看看這邊 左手邊 先把它停止一下 左手邊 在這個 進階功能裡面 你會找到 有一個叫 數值轉換 在進階功能 有一個數值轉換 有沒有看到有四捨五度 進階功能裡面就有一個四捨五度 另外還有一個也很好用的 就是尺度轉換 各位 你一般在看那個地圖有沒有 左下角或右下角 是不是都會有一個叫做比例子 數值轉換 尺度轉換就是那個概念喔 我原本原始多少 轉換後變多少 有沒有 所以等一下我們兩個 把它混合起來用 好不好 來我們試看看 現在呢我數值轉換 進階功能沒有數值轉換 我就丟出來 本來是偵測這個沒有錯 但是呢 我希望它怎麼樣 先四捨五度 但是你不要零位喔 零位只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零 一個是一嘛 我至少取兩位 好我們play一下 確認一下 是不是有變兩位數了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變兩位了 那我們再把它轉換成 因為大家比較習慣看零到一百嘛 所以那個積木再把它叫出來 比例尺的積木 尺度轉換 我希望丟進來 來源是這個 然後零到一 轉換成零到一百 所以積木就這樣串在一起就好了 就串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呢 我把稍微打開 我們重新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覺得 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但是你會看到它偵測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OK 對不對 好就會介於零到一百 當然 如果你真的想看看 它有沒有亮度最大到多少 手電筒給它拿出來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一般的亮度說真的 你要到一百有點困難 所以呢我這邊 我把手電筒打開 好 我拿到這邊來齁 這裡 這裡 就給它照下去 有沒有 到達一百 反正最大就到一 其實它小數點後面還有 可是我們編則上 最大就到一而已 所以最小到零 阿怎麼樣才可以讓它變零 蛤 你沒有聽過一個台語叫空母帝嗎 哈哈 你用手遮住 會變暗 沒有錯 有沒有 可是有時候 沒有辦法完全暗 就把它放到衣服裡面 抱住它 哈哈 或者你用一個布遮起來 你就很明顯發現 它真的變成零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這樣的功能來完成什麼 類似小夜燈的概念 或者路燈的概念 沒錯吧 欸 光線比較暗的時候 燈就是亮起來了 所以 來您看一下這邊 利用這個概念 我們把 程式的邏輯把它帶進來 把它帶進來 你看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流程 下面的 抱歉喔 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裡面有沒有叫邏輯 欸 這個各位寫程式寫那麼多年了 沒有問題 如果怎樣就怎樣有沒有 所以 如果 欸 但是你要放在哪裡 放在光明偵測的這個積木裡面 對不對 你如果放在外面 它就只做一次而已嘛 因為它會不斷偵測 好不斷偵測 所以你要丟在這個裡面喔 那 如果 就執行 啊如果否則 欸 所以 你看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齒輪 這個 那個 各位如果有用過那個什麼 Squish比較不一樣 好 Blockly的 是按齒輪 可以增加其他的 所以 否則 你就可以丟出來 欸不是丟下面 是丟到右手邊喔 有沒有 丟過來這樣丟 當然你有三重條件 你就用否則如果啦 也有自己的嗎 好 我們寫程式裡面了 那麼 齒輪用完了 你就把它按一下 就收起來 那麼條件怎麼寫 條件在這邊 如果你會寫程式的 實在是不用那麼麻煩啦 但是因為現在是積木了 所以就 勤勞一點 還是跑在邏輯這邊 剛剛用的是第一個 對不對 現在用的第二個 就是那個邏輯判斷條件 大於等於小於 就是這樣 齁 就是在這個地方齁 所以你找到它 你把它丟出來 先接進去 那 我偵測到的光明數值 就是這個 我可以直接用複製的就好 或者你重新再叫進來也可以 Ctrl加C Ctrl加V 好 如果我偵測到光明數值 假設它小於多少 好 假設它小於多少 來 那 小於多少是一個數字嘛 寫程式會直接打下去 但是積木 你要告訴它 這是屬於數學式的 好 因為也有可能是文字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類型齁 程式類型要確定一下 小於多少 比如說0.5 我的燈就亮起來 否則我就關掉 對不對 我的LED燈現在有在上面齁 我就來這邊告訴它 我的LED燈就按 相對的 如果不符合這個條件 就是大於或等於 它就關掉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齁 我把刀杯打開 盆了一下 現在 我小於0.5 請問我的燈有沒有亮起來 有沒有 綠色的燈是不是亮起來了 我如果 把它 光線超過 有沒有按掉了 欸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 我隔壁同學提供光明 我提供LED燈幾不行 當然可以啊 中置可不可以互動 可以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想像我們剛剛一樣 用互動的 你可以把它打開 有沒有就亮起來了 過來 當然 其實這個反應的速度 也會跟什麼有關係 你的網路速度 如果萬一你的網路是比較慢的 它的反應速度就會變差 這是 可以說是WebDuner的優點 也可以說是缺點 所以因為它靠網路 它靠網路 這樣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您可以稍微再看一下